巡漢,久違的縱犯罪光燈下,慷慨地與我們分享他的近況。 少有現身的巡漢,那天換了幾套截然不同風格的衣著拍靚照。 既有一身純正的西裝鬚情懷,又有日常的瓶蝠輕鬆搭。 七十七歲高齡的他,白白的鬍子,面上的歲月風霜,變化真是不小。 入了新年門檻,他又不忘禁心思細膩地送上他的祝福。 只見他舉起恭喜發財的黃批,對鏡頭看連,衝心祝願大家套年恆大運。 順風順水,裁員陰盡。他的氣勢依然龍行虎報,講話條理清晰,神采飛揚。 講到秦漢,你實在不得不提起兩位全奇女性少喬寧和林青霞。 講到一九七一年,一雙拖鞋,身著破舊T恤的秦漢,對少喬寧悶悶道出。 你嫁了給我,我不會對你不低這麼一句隨意的求婚。 少喬寧竟然毫不猶豫就答應了下去。 他以為自己找到了真愛,怎知後來才發現原來參習了利用和背叛。 感情的天情最終招不保值。短短的九年婚姻走到終點,不過他們的故事卻遠沒有這麼簡單完結。 林青霞鬧爆成為家宅疑點,因為離婚之後的秦漢,並沒有得到林青霞的垂青。 最後還親見他和其他人訂婚。 少喬寧和秦漢從歸於好之後,又再次不禁捐入了三角戀風波之中。 重覆再次的,又是林青霞的介入,最後搞到兩個人關係支離破碎。 過這麼多年的滄桑,少喬寧被秦漢,林青霞多次辜負。苦悶到不幸,終於決定放手。 年複一年,三人各走各路,而少喬寧仔也慢慢地淡出大眾視線。 少喬寧其實出生於甘育期家,生活優惡得離,竟無獻得驕傲。 學業上,父母從來不強求他要學業成就,母親的唯一希望就是女,每日都要過得幸福愉快。 父親雖然工作繁忙,不過到了週末,都會秋空帶著他去海邊玩樂。 在這種滿愛意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少喬寧思想日益自主。 喜歡嗎?就會叫父母買給自己。想做些嗎?同樣不會問家人意見,自己上手就去做。 父母感到非常欣慰,但他不曾遇見禁的性格,會在愛情的路上帶來逆流。 而對於秦漢,他雖則出生於軍人家庭,但他卻下了反叛的決心,選擇了演員這條路。 《少喬寧的美》就像遠方夜空中的滿月,那麼涼爽動人。 美艷的少喬寧第一次認識秦漢的時候,就馬上被對方的沉屈氣質所吸引。 實際上,當時的秦漢只是在剁磨怎樣打好關係,找到機會這圈內的風頭登臨事業新高峰。 《你好,我叫少喬寧,你都是棄子嗎?一聲主動的打招呼》。 好事拉開了一段長達十年以上的命運拉鋸戰,原來是香港的演藝界耳熟能場的崔台精做了介紹人。 看到兩位俊仔俊女那麼登對,就情不自禁想撮合他們談戀愛。 秦漢一聽到少喬寧那些家底背景,心裏面那把火都不自覺地穿了起來。 要講起來,少喬寧那份對寫字的熱情,當真與秦漢的文采不謀而隔。 兩個人就這麼從文學的世界草無聲色成為自己。 但是,家長總是家長,老爸知道女兒墮入愛河的時候,內心其實是反對到極點。 他查過秦漢的背景之後,覺得對方家庭、樓室崛起的環境實在太錯綜複雜。 不適合純真與傻女的女兒。 況且,這個男孩還在娛樂圈裡摸爬滾打, 這麼未來是否可以紅過紅塵還有代考驗? 一個是家財萬貫,一個則是財興未立,真是天平上的兩端,拼命這麼不精寵。 當年的邵喬欣不單只是拍戲裸盡光環, 還一手創立了自己的化妝品公司。 每天探開收入有時都落不及萬字頭,在七十年代來講。 那個時候,他已經算是明遠級數的白富美。 不管家人怎麼反對,邵喬欣卻是對秦漢一往情深,愛得死心塌地。 與秦漢並肩對抗風雨之後,邵喬欣不只在拍戲的工作想幫助他, 還是幕後推手,被他踏進演藝圈大門。 導演見到秦漢由當初的不以為言到之後的恭敬有加,其實都是邵喬欣默默的貢獻。 秦漢明白到,所有的一切都是來自於邵喬欣,對於他,這份情絕對不能失去。 1971 年的某一天,秦漢把邵喬欣約到一座無人看守的教堂,穿的是拖鞋,身上只得一件破舊T-shirt,但是他同樣誠懇地向他求婚。 邵喬欣心花怒放,一點也不猶豫就點頭答應了。 之後的秦漢,無錢的自卑感如骨髓所困,邵喬欣見長立馬出手,用自己的積蓄舉辦了一場富麗堂皇的婚禮,為他撐起了尊嚴。 可是,邵喬欣卻不知道情感的事情,不是揮金如土就能留人的。 當對方拿到想要的東西後,再多的財富都留不住心靈。 女兒大婚之日,邵喬欣的父母心痛無比,連一點樂觀的念頭都湧不上心頭。 見到女婿無依無靠,內心深處自然是為女不疑,最終拿出一筆錢給他們用來購房。 秦漢咬破唇皮都要面子,他絕接受這麼厚重的侷責,帶著邵喬欣一頭轉進了連租屋過日子。 想像下啦,平時住慣了豪宅的他,一轉眼搬入了間洞洞房, 落雨天還要滴搭滴搭的撤唔及房小屋,這麼心情怎會唔搞搞爸爸。 但是當巡漢問起,是不是看不起自己呢?後悔嫁了給自己那一陣,為了不令愛女難受。 少喬欣只能將那些苦水全都滿在心裏面。要知道,少喬欣根本不缺錢,但他不敢說出買房又或者搬返自己家住的念頭。 原來,曬夜都是秦漢不想蝕底,怕人家說他吃軟飯的關係。 這段日子,呼唱苦隨,大家都比心機操持苦日子,連家庭都不可以去訴苦。 不過好消息是,結過婚之後的巡漢事業都算不錯,拍了幾部劇之後少有名戲,終於和少喬欣搬入了一間大小小的家。 日後,少喬欣懷孕生子之後,就將公司管理權交給丈夫,完全逃入到家庭及照顧孩子入面,頭頭是到的一個好媽媽。 那家庭都無抱怨過生活有多辛苦。一轉眼,返到1972年,秦漢主演的窗外叫好又叫作。 他親自落到片場去密室適合深水的女主角。當時,林青霞年紀輕輕,只有18歲,眉目之間清純得來又看起來好可愛。 秦漢一見到他,即時決定給角色他。之後的事情大家都知道, 未拍完劇,這兩個人的緋聞就嘩嘩地傳出來了。 林青霞雖然對秦漢有點花癡,但知道他結婚生了兒子之後,就沒有再癡善。 而周圍人反而是秦漢又去神神秘秘地搞下搞下林青霞。 還傳出來,他和老婆的感情淡到好像開水一樣。這些事自然不逃過太太的火眼睜睜。 趙橋恩揭開真相後,就問秦漢是否喜歡上了林青霞。 秦漢一句心意的回答,說自己和他相遇太慢。 又不可以亂來,反轉頭叫趙橋恩怎樣都有少少心良。 離盡量,兩個人前後腳臂拍了數次,搞到報紙頭條都是他們。 趙橋恩見到之後,心都跌落谷底。但就是因為愛,他一直沒有說話,低調地給機會對方。 正直緋聞揚起,趙橋恩再次墮入印旗,可能是爭取留住秦漢的最後手段。 時間快快噴又到了1979年,林青霞的悲劇讓整個娛樂圈都震撼了。 有傳言指,秦漢原本想逐步提升社交地位,卻被趙橋恩一手遮天。 另一月則是秦漢棄了林青霞不顧,令他心灰意冷,想要出走人世。 不管怎樣,這件事都牽涉到秦漢和趙橋恩的夫妻關係。 秦漢欲以所示,竟然衝動地向趙橋恩提離婚。 趙橋恩深遠,一次又一次的讓步,他甚至說秦漢可以去慰問林青霞。 但這段婚姻是千金不移,情況好像暫時穩定了,不過秦漢偷偷摸摸搞鬼,開始轉移夫妻共有財產。 幸好財務部員工眼瞻,發現得早,否則搞不好還未離婚。 趙橋恩的私房錢就會被炒了,婚外情和財產轉移, 這些負面新聞直接打擊了兩人的婚姻。 到了1980年春天,秦漢和趙橋恩離婚的消息,撩撥了整個廣圈的神經。 來了婚,趙橋恩帶著拖女返回他們的娘家,秦漢摘搬出去獨自租住。 秦漢心中渴望著林青霞,不過睡夢都想不到,旁邊又出現了秦長林這個勁敵。 秦漢眼見情敵張志,自願透露出想追求林青霞的念頭。 同時又爆料出早年與林青霞合作時的私下照片。 可惜情長與戰場,最終林青霞依然選擇在美國與秦長林首牽首共階。 對秦漢的情感博弈置之不利。 從起初林青霞插足,到後來雙秦爭一臨,故事最終使秦漢成為失意人。 雖然邵喬恩一直愛著秦漢,但他卻無法將這份情深珍惜。 分後,秦漢想追回林青霞,但林青霞已決定與秦長林定分。 秦漢又孤身走回了邵喬恩身邊,而邵喬恩對秦漢的態度,則是由溫柔轉變為強硬。 往式,秦漢去邊邵喬恩都不過問,但今時不同往日,二人複合後,無論秦漢去拍戲或出席活動, 邵喬恩總是披聲大穴陪伴左右,護住秦漢一切。 就連有次有位女星試圖親近秦漢,邵喬恩都是毫不猶豫,以一杯清水潑出所有冷漠。 帶著可愛的邵二月,我老公身旁,可不是隨便可以來搞局的這種強勢的做法。 即使是秦漢都感到壓力重重,再到1982年的故事發展又一次出現轉折。 秦長林與林青霞婚姻告吹,秦漢與邵喬恩再次分手。 其後兩年間,不絕於意的傳聞月秦漢與林青霞金屋撞嬌。 1985年,秦漢公開宣稱自己跟林青霞是同一小區居住。 儘管如此,兩人碰面卻少之又少。 但林青霞始終被知為恐不及,跟秦漢擦肩而過,寥寥無幾。 婚外情與匪民纏繞了秦漢足足十多年,對於那些閒言碎語,邵喬恩早已視若無睹。 他將主要精力投資到事業,將自己的化妝品公司打造成了香港連鎖大型上市企業。 而至1994年,林青霞終於撇開噪音,選擇了天行量源與營理論報入禮堂。 秦漢在這段情感漩渦中,終究成為獨行俠。 後來,秦漢帶著女兒生活,邵喬恩跟著兒子一起生活。 因為父親氣母親的關係,孫國豪對父親很冷漠,一直都很少和他相處。 女兒長大後,能夠體諒父親,所以離開母親跟著父親一起生活。 邵喬恩沒有反對,他的心裡,可能一直有對方吧。 現在林青霞已經離婚,而當激情歸於平淡,鬥鬥轉轉,秦漢和少喬恩兵式前嫌,又成了一起生活的夫妻。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,可以訂閱點讚,將是對我們的最大支持。